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軒年 加拿大向中国电动车加征惩罚性关税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批评 得加拿大政府不顾中方一再反对和严正交涉 一意故行 中方对此表示强调不满和坚决反对 顿促家方立即纠正错误 勿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 由10月1日起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征收100%关税 说中国政府补贴电动车业对其他国家企业不公平 另外加拿大由10月15日起对中国的钢和铝征收25%关税 中国驻加事馆发言人说 家方此举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主导行为 罔顾世贸规则 将破坏中家正常经贸合作 断促家方尊重客观事实 遵守世贸规则 有正错误做法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 日本首次说中国军机侵犯领空提出强烈抗议 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军队一架混狗情报收集机 星期一早早大约11点半 侵犯长期远男女群岛近海的日本领空 历时大约两分钟 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发出警告等应对 日本随着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 要求防止事件再发生 中方未有回应 台风山山逼近日本九州等地 预料陆空交通将会受到影响 黎木园已经出现破纪录大暴雨 多处水浸 随着风暴山山逼近 日本西部和东部太平洋沿岸 开始出现大雨和雷暴 东京以北的黎木园 北部星期一凌晨下暴雨 其中严谷丁三个钟内更加累计降雨206毫米 打破纪录造成多处水浸 鹿沼市录得一个钟降雨110毫米 鹿沼市和日光市发出山泥倾射警告 呼吁部分民众前往备护中心站备 有渔民和广龙做好防风准备 日本气象听话 山山向西北移动 将会在当地星期二起接近日本西部和陆宜岛沿尾地区 之后横数九州和四国 吹集九州的时候 震方风速可高达到每小时216公里 24小时累积降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 预料陆空交通也会受风暴影响 铁路服务方面 星期二起山羊、上月、北陆、秋田等新港线 部分或者全部路段有机会停洗 日本航空未来两天取消过800航班 当局呼吁民众留意交通资讯 当局说山山的路径和先前预测出现变化 不单止在西部地区 东海和关东地区也会落暴雨 提醒民众留意水浸和河道泛滥等灾害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日本数码大臣河野太郎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这个是61岁的河野太郎第三度竞逐自民党总裁 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当前要务是恢复民进对政治的信赖 并且承诺如果当选 就会要求没有正确回报政治欠金的国会议员 交还相对应金额 自民党总裁选举下个月27日投票 新任总裁预料将会接替放弃连任的岸田文雄出任首相 近日的文调显示 河野太郎的支持率是6%排第4 而领先的分别是同样正式宣布参选的 自民党前干市长石破茂 以及预料最快今个星期内宣布参选的 前环境大臣小泉俊次郎 两人的支持率都达到2成1 泰国曼谷有民众饮假酒之后中毒 当地传媒报道至少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失明 也有部分人出现神衰竭 可能需要终身洗神 泰国曼谷文武里院上星期四开始发生多宗假酒中毒事件 当局之后勒令关闭6个地区一共18间店铺 派人到场守证 当地传媒报道 事发至今超过20人不舒服宋院 大部分人年约30至40岁 他们是喝过店铺釀製的酒精饮品之后 出现呕吐 呼吸困难 心脏躁停 同视力模糊等中毒症状 有人只是看到白色和散漫的光线 部分人已经确定失明 也有一些人出现神衰竭 可能需要终身洗神 当局化验之后发现 他们所饮的酒含有工业用酒精甲醇 当地警方追查假酒来源 在曼谷一间住宅 找到制造和分发假酒的工厂 职场检获大批假酒 并拉了两兄弟 相信他们将甲醇和水混合 制成酒精浓到达40%的酒 不过被捕的两兄弟只是承认 将可饮用的月醇用水稀释并出售 有报道说由于甲醇比月醇便宜 有时会被不发商人加入酒精饮品 从而降低成本 而由于甲醇毒性大 摄取少量已经可能致命 泰国政府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饮用来历不明的酒精饮品 万一饮酒之后出现不惜症状 应该立即求医 无线电视剧仔梁永山报道 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在汤加举行 澳洲传媒报道 澳方在峰会上推动太平洋警务畅议 协助太平洋国家培训警队 以压制中国在区内的影响力 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在汤加首都鲁库压法举行 今年会议的焦点是协助南太平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讨论早前发生大规模骚乱 发属申克里多利亚的最新局势发展 澳洲传媒报道 澳洲政府寻求与会太平洋祷国 在论坛上支持澳洲提出的太平洋警务畅议 据报澳方会投入4亿澳元 折合超过21亿港元 协助太平洋国家培训警队 具体会在昆士兰布里斯坛成立区域培训基地 基地一次最多可以容纳50名太平洋岛国警察培训 计划也包括成立一支200人的警队 到区内的热点执法 以及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技能中心 强化后续培训 中国前年和所罗门群岛 定立警务和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受到区内国家高度关注 澳洲今次推动警务培训窗议 被指是用来抗衡中国 分析有类或者会加剧区内的竞争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 前波早前接受访问时就说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岛国事务 期望更好祝福区内人民 前波说中方近年设立平台 加强和赌国在气候变化 农业、防灾和警务培训等领域的合作 强调中方致力透过深化交流和合作 推动中国和赌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有一个新开始 无线电视机者 杨洁尔报导 巴基斯坦比鲁兹省多地遇袭 至少38人遭到武装分子杀害 而安全部队击杀超过20名武装分子 上面有组织承认发动袭击 上亡最严重的袭击 发生在比鲁兹省东北部 木杀海勒地区 武装分子封锁一条高速公路 将多辆车上的乘客赶下来 当地警方说其中23人被枪杀 省内的条铁路桥也都被炸毁 现场发现6具的尸体 而在卡拉特地区袭击里面 至少9人死亡 当中包括警员 当地民众举行丧礼悼念愿难者 恐怖组织比鲁兹解放军 曾经宣称说 会在星期日晚发起大规模妄装行动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看看财经消息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4万1157点跌1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5604点跌30点 转调欧洲股市表现 英国股市今天优势 白莱剧指数升13点 对白货指数跌16点 其他消息 暑期接近尾声 内地各大专院校已经做好准备 协助新生办理手续适应环境 虽然9月才开学 但内地多间大专院校 已经展开大学一年级生生入读程序 江苏这一间大学 就安排高年级的学生担任义工 除了帮支带师妹搬行李 也都会指导他们办理登记手续 新生第一次踏足大学校园 人生路不熟 湖北这间大学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帮新学生找出来往校园 不同地点的最佳路线 地图里面有部分场域 直接实行维亚的技术 便于我们学生能够直接抵达到想要去的场域 随时之外 部分大学为了方便学生 也都更新网站的功能 提供自助缴费 线上减宿舍等的功能 内地铁路部门就预计 今个月26日至下个月10日 将会是学生回学校的高峰期 估计单级学生的接载量 有望达到650万人次 部门会尽量满足学生的需求 并且视乎情况增加运力 包括开设学生专列等等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内地北方地区的降雨中心区 持续东移至华北地区 北京全市星期一早上达到暴雨级别 部分露断的积水 去到今晚仍然未完全退去 北京星期一下午开始下雨 雨晒持续了一晚仍然未停 气障部门数据显示 由星期一下午5点 至星期一下午 全市平均降雨量近75毫米 潮阳、海电等地区达到大暴雨级别 在通袖区最大降雨量超过174毫米 由于降雨时间长 部分路段出现水浸 在丰台区这一处积水最深达到2米 交通部门设置了封锁线 避免车误厂 去到矮门 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停雨 多个部门出动泵车协助排水 受到天羽影响 说地区积水情况严重 当局已经派人加快清理渠道 尽快排走积水 天津同样雨势不断 由星期日上午7点到星期一下午2点 全市最大降雨量超过280毫米 部分高速公路一度实施交通管制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北京一家火锅店近日吸引大批乘客 原因和食物质素没有太大关系 也希望透过光顾店铺 向舍己救营的老板致意 同时支持家属的生计 北京这一家只有18张台 家火锅店近日长期爆满 这一天等候入座的丑号 已经超过300个 不少顾客都是远道而来 比起品尝美食 更多的后悔了一份心意 也有人在收银柱放下钱之后就离开 店员都来不及反应 这家火锅店的老板联流位 今个月10号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 在河北省旅行的时候 发现有人堕河呼咎 落水救起三个小朋友之后 因为体力不知浸身亡 他是第一个冲进水进去的 把这三个孩子往潜水区推 在二上不已还有人下去 慢慢接力地把这三个孩子救上来 他还想去救那个大人 毕丽不知到最后两个人都沉下去了 对于民众的热情 联流位的警察表示而已 但强调不接受捐助 我真的好感动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我的生活能过下去 而且他是顶梁住 但是他没了 我必须得挑起这个档子 我就是必须得坚强 联流位的骨灰已经送了回去家乡山东宁阳苑 地方政府通报会向家属发放100万元人民币的慰民金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欢迎收看《世界观》 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月访问俄罗斯 最近有历史性度访乌克兰 滑船双方停火 他表明自己不是冷漠旁观者 愿意担当有利和平的角色 印度在进口能源和军备方面都依赖俄罗斯 莫迪可否带来成果呢 自1991年8月 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以来 未曾有过印度总理访问乌克兰 直到上星期五 莫迪坐火车破天方访问基辅 成为两国建交三十多年来 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印度总理 基辅政府希望 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外交关系 希望为和平解决俄乌战事 带来公平方案 外界亦关注上个月曾访问莫斯科的莫迪 在滑船俄乌停火方面有什么成果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当日在总统府门外迎战莫迪 两个人握手拥抱 扎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的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和实现公正和平 他形容莫迪此行是非常具有历史和象征意义 又说印度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人户上方又签署合作文件涉及医疗、农业、文化合作和人道援助等领域 莫迪就说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才可以找到出路 又呼吁冲突各方共同寻求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莫迪又提到两年前在乌兹别克出席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 已经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讲到乌克兰危机 印度外长苏杰生就表明要制裁其他国家 并不符合印度的政治外交历史 当地会继续采购俄罗斯石油 普京上个月初在克里姆林宫会误莫迪 当时莫迪说对方是亲爱好友 又强调印俄两国关系会更加巩固 当时曾经引起泽连斯基猛烈评击 说对莫迪访俄感到极其失望 对和平努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复旦大学有研究员就认为 由于莫迪访问俄罗斯 曾经引起美国强烈反应 相信他这次短暂访问基辅 重点未必是突显印度地位 或者展示平衡外交 而是做给美国看 摆出微薄的姿态 彭博社就说 印度没有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毕竟当地在进口武器和廉价石油方面 都依赖俄罗斯 英国天空新闻就说 印度过去十几年来倾向西方 本来对中国有制衡作用 但面对中俄关系密切 巴基斯坦又向俄罗斯示好 又可能会令到印度在亚洲受孤立 另外有分析说 泽连斯基明白到莫迪 不单止可以和普京交流 又对南半球部分国家有影响力 不能够忽略他的重要作用 乌军近期越境突襲 俄罗斯赫尔斯克州 防止俄军攻入哈尔科夫地区 俄罗斯就强调乌方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持续两年半的俄乌战事 何时停火 目前很难有答案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 观世界 各位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 我是郑轻年 廉政公署及警委会再赌破违票集团 接遍行会业主立案法团成员 以取得两个屋苑 总值1亿4千万元的工程合约 拉了5个人 据了解 涉及的屋苑 包括柴湾、洛翠台 以及西营盘、海刀流 廉主和警委会计四月中 倒破违票集团 涉嫌行会以取得1亿8千万的工程合约 拘捕20人之后再有跟进行动 经过深入调查 及翻查检莫的文件之后 廉主揭发同一集团 在港岛两个屋苑的工程涉嫌行会 据了解两个屋苑分别是柴湾、洛翠台 以及西营盘、海刀流 廉主说集团成员透过中间人 主动接触两个屋苑业主立案法团成员 并且向他们提供会款 最高超过100万 以左右法团的决定 确保拿到一共1亿4千万的工程合约 廉主联同经委会上星期三、星期四 搜查全港20个地点 包括多间工程承办商 及顾问公司的办公室 又检取电脑、文件等等 拘捕5人 包括时任业主立案法团成员 两个中间人等等 而涉案工程未被執行 我必须在这里再作出呼吁 业主的积极参与是非常重要 业主充分了解楼宇管理事务 提高警惕 可大大减低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风险 另外经委会在行动里面 也都在揭发有陆同工下 32个屋卷的维修工程出现违标的情况 合约总值超过10亿 最高一中的招标价达到2亿6千万 违标的集团里面 其实主要都是通过一些中介人 去将一些投标的敏感性资料 去交换给不同的承办商 部分工程承办商质作掩护式投标 例如同意用一个价钱较高的入标的情况 去掩护其他人 藉此操控了投标结果 协助预定的投标者中标 至于违标之后的标价高出多少 经委会说仍然调查中 又呼吁任何人如果参与合谋 可以联络经委会合作 以换取申请宽怠的资格 好 先自己再一流转欲不到 涉及贪污及违标的乐趣台工程合约 报价高达一亿 交使经局股价高近一倍 协助业主的团体说 当时法团多次有人带风向 同游说业主挑选高价方案 台湾乐趣台落成至今已经近40年 10年前开始委聘顾问公司 就着楼宇维收做招标 协会业主立案法团兼的工程公司 开的是天价 每户要付超过10万元 市政局招标过 都是估计我们五六千万左右 但是到这个业主立案法团 开这个业主大会 推一个是一亿七百万的工程 乐趣台居民之后推翻法团的决定 而联署和经委会也都发现 工程批系的过程 怀疑涉贪及违标 同样怀疑发生违标的 还有西营和海都楼 工程费用高达三千万 协助和跟进这两宗个案的组织说 伟标集团首发枪决 高隐蔽性和涉及专业知识 业主未必能够轻易发现有问题 超过三十个的选择 问题就是他们当中 就做了一些所谓什么技术分析 我不排除 有人可能预先知道 那个marking scheme 就着那些方案 调节自己入标的背景资料 那些东西 令到自己可以得到高点的分数 那些顾问公司 或者是法团里面 怎样去到带个风向 引导居民去选择些什么价钱 他又说卷入围标的大厦 往往有大量不知名的授权票 有限公司就是那间物业的业主 当然他出席会议去投票 他是可以授权一个代表去投票 而法例里面竟然是容许 这些有限公司去授权任何人士 代表他们去参选法团 这些人到时他隔了一重 他受这些所谓公司授权去做 他做的任何事 那间公司未必需要负责 立法会上个月通过修例 规定大型维修 必须要由5%的业主亲身到场 希望有助减低风险 因为大家没有时间 懒得理 把自己的票就授权给别人 到最后就拿回账单的时候才知道 这么贵才叫做出了事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 在今次三四四的修例里面 都会要求如果牵涉这些大型的维修 都要求法团会将预先每个单位贪奔的价钱 是预先通知每个业务 当每个业务知道他们要贪奔的钱 是不符合常理的时候 那大家就参与整个维修的过程 那个侵略度就会大大膨高 他们促请事件局招标 和我扩阔去到工商下 阻断不发分子违标的机会 胡宁静记者在流传浴部 消息说防卫会将会推售新一期居屋 有五角谷院合共7000多伙 定家为市家7折 据了解将推售的居屋屋院 包括启德、启营院 有1736个单位 而当中有30个单位只有186平方尺 是新推售单位中面积最小的 项目市价每尺13190元 以7折计平均尺价超过9200元 是五个项目之中最贵 五个新推屋院以屯门、兆湖院单位数目最多 有2700多伙 连同游堂高熙院、观塘安柏院、东聪御兴院 合共超过7100个单位 新一期居屋600表比例会维持46比 防卫会会预留2900个单位 供加油长者优先选楼计划 和为鼓励生育而推出的加油初生优先选楼计划 预计今年第四季接受申请和搅株 预计明年第二季开始选楼 无线电视记者陈杰文报道 位于启德的过渡房屋 启德冬月有一百货出现水管滲漏 负责管理的东华三远表示 是水液问题导致滲漏 大部分单位的问题已经解决 你看看流水整条管整个屋 电器全部湿了 你看看好像下雨似的 启德冬月今年三月开始陆续入伙 不过四月开始多个单位水管出现滲漏 水流到出走廊 部分单位滲水情况严重 长生发毛发黑 地砖都爆裂 有区议员接到多宗居民求助 单位里面影响了一些家居 有没有得赔偿呢 这里我们都和局方 和一些持份者处方是反映的 位于木岸街的启德冬月 是过渡性房屋项目 有519个单位 给轮后供屋至少三年 又或者是居住环境恶劣的人申请入住 月租3800元至5900元 负责管理的东华三远承认 有100个单位有水管滲漏问题 东华三远说到现在已经联络到80户 在供水系统加装减压装置来稳定水压 剩下的20户正是和他们预约时间饮屋主理 无线电视机者黄晓莹报道 警方拉了三个人 涉嫌串谋诈骗浸大学生会 要了解疑犯包括学生会 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财务负责人 浸大说会尽力配合警方调查 并且会向相关学生提供辅导 警方说上个星期一接获九龙城一间院校的 学生组织报案 说学生会三个银行户口 大约130万被挪用作私人用途 警方调查之后 在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 拉了两男一女 介乎22至27岁 据了解 其中两个人是浸大学生会 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和财务负责人 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 消息指学生会评议会核数的时候 发现有可疑大额开支 对质之下有人承认提供假发票骗款 声称是受到男朋友指使之下犯案 而那个男人据悉有黑社会背景 浸大学生会不是第一次有人挪用资金 学生会前财务秘书姚希俊 去年俄称学生会需要80万座活动开支 并取得支票 被控两项盗撕罪 判监25个月 同向学生会赔偿22万 浸大校董会成员 立法会议员吴杰桑说 院校学生会评议会负责审批学生会的活动开支 事后亦会核对单据 都是学生自主 他认为可以增加教职员参与度 至于日后是否要加强对学生会成员的资格审查 吴杰桑说学生会由学生选出 学生除了会看政纲也会看成员的为人 这个机制行之有效 无线电视记者陈杰文报道 又召唤新质企业家的机构 安排在本港落户共享办公室 有合作企业期望 当他推出更多政策支持 商计局长邮盈华说 政府会持续协助新质企业发展 超过20间来香港发展的新质企业 将会在中环长江中心 共享全层的办公室一起工作 其中一间是来自深圳 主打智能管理航班行程的公司 期望借此加强企业之间的交流 也有企业期望把握香港的优势 继续打入国际 希望过来香港可以接触 更加多海外市场的资源 这个地方其实觉得非常不错 很适合我们这些企业 可以进驻到这里 又可以有人来办公 又可以接触到更加多 海外方面的人物、企业等等 创立新质企业家联合会的 立法会议员上海龙说 香港不一定要由零开始 发展原始研发 反而可以作为国际销售总部 或者是国际视频平台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统筹相关的决策局 部门和相关的机构合作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以进一步便利企业来到香港 邮盈华又说 投资推广署由去年至到现在 已经协助超过700间的企业 落户香港 不单只促进经济发展 更加为本港国际形象 带来新光彩 无线电视记者 培养民族精神 德国说已经预留足够的名额 给所有公筒资助学校的学生 参与至少一次计划中的交流活动 建议学校应该尽量安排学生参加 又提到上个月起 非中国籍永久居民可以申请来往内地通行证 学校应该提醒合资格的学生 尽快办理申请手续 提升通关效率 内地有网店出售欲毒赶菌针剂 更加拍片 教顾客自行稀释针剂注射 由本港专科医生说 过一年为大约30名病人 治疗因为自行注射欲毒赶菌出现的副作用 提醒消费者小心 这个网购平台上面 有不少店铺出售美容针剂 这家出售欲毒赶菌针剂 售价320元人民币 更加提供教学影片 我们之后表明记者身份 卖家这样回应 有皮肤科专科医生说 近年越来越多患者 自行注射欲毒赶菌之后要求诊 过去一年未计要转介 去到医院的严重个案 他已经为大约30个人提供治疗 可能一针已经可以打死人 因为这些欲毒菌素 当它打入肌肉的时候 其实是等同于它做一个静默注射 会影响你的心臓麻痹 令到你无法呼吸 它进入一个比较直接 是一个中毒的状态 是会有生命危险甚至死亡 卫生署回复说 2022年至今总共录得9宗 疑似医源性欲毒中毒个案 主要是由于注射欲毒赶菌毒素引起 其中一宗事主声称自行注射 无线电视记者杨贵卿报道